说起来有一点心酸 因为景气回升 但薪水却没有跟着涨 有360万的上班族 他们穷忙 但是薪水3万块都不到 反观国营企业 现在是在大举争财 他们的起薪 至少都超过了3万块钱 也让越来越多人 现在想要来捧这个铁饭碗 景气回升 不过薪水似乎还没有回到 金融海啸前的水准 根据主机处的调查 今年有4成5 大约360万的上班族 月收入不到3万元 其中更有104万人 甚至连2万都不到 主要反映在第一个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尤其是刚上班的新鲜人 他们薪水成长的幅度就比较小 第二个在金融海啸的期间 政府有推出22K那种计划 很多的企业把这个 当成一个起薪的标准 民营企业的薪水难赚 相较之下公营单位的工作 不但被认为是铁饭碗 起薪也几乎都在3万以上 包括台电 中油 台水 或是公股色彩浓厚的中华电信 现在也刚好都在大举真材 这一次的话是招考300位 他薪水状况的话 就是有经验的同仁 大概是从4万5以上到5万5 甚至也有到8万 而应届的学生起薪也有3万4 可以先参加1月3月的考试 等毕业后再来上班 而中华邮政在明年2月 也会公告招考讯息 预计释出包括内勤 邮差等100多个名额 薪水最高可到4万1 不过像这类的考试 通常会吸引上万人来报名 录取率可能只有1% 想要报考的民众 可得早早准备 不过像这类的考试 感谢观看